政府增救100万剂伏必泰疫苗抵港 以推行第三剂接种计划 复星医药早早已经将那批增救的疫苗赴运抵港 有关批次都在德国制造和封装 疫苗抵港之后工作人员随即检查和核对 确保疫苗符合规格和冷链运输标准 年同早前的750万剂 政府目前合共采救850万剂伏必泰 政府发言人说 稍后会有更多市民符合接种第三剂 呼吁未接种的市民尽快打针 否则到时不排除在预约接种 或者疫苗供应方面都出现紧张情况 本港新增一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 各34岁的女患者是菲律宾抵港的爱庸 继续国湾检疫中心检疫期间确诊 验出大有L4E-R变异病毒核 他6月在菲律宾完成接种疫苗 初步确诊少于10宗 香港美国商会选出董事局新领导层 说会积极招聘新会长的人选 商会说特别董事局大会选出2022年新一届领导层 董事会主席是何祖賢 副主席是赵富年 新领导层会在明年春季离身 对于现任会长祖泰娜早前提出辞职 商会说已经聘请顾问公司负责全球招聘 据了解祖泰娜在美国未订出离任的日期 商会都未有交代她离职辞职的原因 外电报道是由于祖泰娜不满港府的防疫限制 职政司司长郑若华说 最近一个礼拜接连发生两宗恐吓法官事件 令人发指是目无法己不能辜职 郑若华在网志说 法官行使司法权力时 必须以法律和证据为依据 体现公正无私和独立地依法断案的原则 判决书中也会如实同全面说明判决理由 如果有人因为不满结果而肆意评击 或者在网上角以起底 试图向法官施加不当压力 有关行为在法治社会绝对不会被姑息 需要面对法律后果 他说市民必须要尊重法庭依法独立审判 以及维护法治精神 切勿以身示法 食环处职的起去到月底 安排专人去到核下人流较多的街市 协助市民使用安心出行 包括北国渣华道街市 黄大仙大城街街市 九龙城土光环街市等等 专人会向市民推广和协助素描 安心出行二维码 并协助有需要人士填写资料和加以核实 食环处期望有关安排 可以协助市民早日习惯新安排 加快访客流动速度 街市也可以开放更多入口 方便市民到访 政府刊献第七届立法会 明年1月1日开始 行政长官回同行政会议 根据立法会条例 指明2022年1月1日 是第七届立法会的开始日期 行政长官也指明 1月12日是立法会会期的开始日期 当日上午11点举行第一次会议 前立法会议员尖培中和个儿子尖建伦被联署拘捕 被控就上市公司买壳交易串谋诈骗下周提堂 75岁尖培中和52岁尖建伦下周到沙田裁判法院认讯 联署说尖培中和尖建伦 时任亚洲资源控股的大股东和主席 年同一个商人黄培黎 2013年7月至2015年11月期间 涉嫌向亚洲资源 他的董事会等等 隐瞒或者未有披露 三个人曾经达成协议 商人会向尖培中支付大约2亿 以换取商人控制亚洲资源 至少七成已发行的股本 最终令亚洲资源董事会 批准亚洲资源配售新股 黄培黎也被控一项洗黑钱罪 涉及处理大约4200万犯罪得益 政府在高铁西九龙站 举行跨部门反恐演习 警方说本港整体恐乘的级别 仍然维持中度 会继续在重要日子 例如是选举日加强防范 我们会觉得选举 机场大型的选举 当然是我们会其中关注 当然一些重要节日 其实我们都不会轻视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国际新闻 其实最近我刚才才留意到 一些西方国家都将将来的一些圣诞节 都要提醒他们的国民 要加强防范恐怖杂击的威胁 所以这些重要日子 其实我们都不会轻视的 任何形式的极端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活动 都不应该纵容或者美化 我深信反恐是一个大是大非的议题 也都是人人要打击恐怖主义的威胁 也都是人人有责 根据上述的三组数据 当然我们审视了本地的情况 还有很多其他现实世界的经验 我们的联合科学委员会 就会建议我们优先为12到17岁的群组 开始接种先 然后跟着时间的推移 政府就会逐步推展去其他较小的年龄群组 至于打几多针和相隔几多日 我们仍然是维持之前的建议 现在仍然是打两针科兴 两针的相隔就是28日 如胡处说 正是研究扩大野猪禁卫区的范围 希望提高阻客 令市民不再位置 减少野猪造成的滋扰 现时金山城门和狮子山交易公园 大武山交易公园部分地区 大布教自然活力区等是禁卫区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条例 市民如果在禁卫区内位置野生动物 包括野猪和猫猫等 最高可以被判罚款1万元 有关执法工作由漁卫署进行 在禁卫区以外的地方位置野猪 只能够根据公众地方 结证及阻碍条例 由食环署发出1500元 订颊罚款通知书 新计署前年曾经发表报告 指截至2019年6月 全国一共有56个 因为位置野猪而造成滋扰的黑点 全部都不在禁卫区内 余护署今年6月向立法会提交 有关野猪管理计划进展的文件中 也指出全港野猪只要黑点 以港岛南区、中西区和西贡区较多 但都不属于禁卫区范围 有建议提出 将位置野猪罚款提高至5万元 并将全港都列为禁卫区 但也有声音认为 实际上未必有相应人手配合 澳门一年三日举行格兰披治大赛车 有观众说受到疫情影响 气氛没有以往那么热烈 澳门旅游业议会预计 每日旅客有3万人次而上 由着澳门记者黄慧之讲下 1年1度的格兰披治大赛车上演 澳门街再次成为赛道 首日吸引不少市民观战 新冠疫情下 今年三个重要赛事 再次未能够在澳门举行 130多名车手和上一格一样 主要来自内地、香港和澳门本地 观众席出意不少空位 澳门旅游业议会说 今年赛车门票推出两人或以上同行的七折优惠 预计每日旅客有3万人次以上 酒店房间预计率方面 湖景光说已经达到六至七成 房价就没有太大变动 和周末差不多 如果一般赛道的酒店来说 大概会在四五百元左右 而在路坦区的一些升级酒店来说 大部分都会在七八零八百元左右 他又说由于自由行的旅客都比较适庆 相信接下来两天旅客的人数会陆续增多 过去都发生过巴士翻车意外 现在并非所有巴士座位都有安全带 政府也曾经探讨应不应该强制乘客佩戴 有专家就认为应该尽快在高危巴士座位安装 再立法强制佩戴 九巴八十八基线往来火炭和大围险径 途经新城市广场 上车往险径方向 原沙田正街有两条线 可以直去大埔公路大围段 巴士靠右驶 在这个路段落车 靠左驶的的士过了交通灯位之后 去大围就要在上天桥之前转线 巴士因为原右线行驶 到事发翻车位置附近的时候 可以直去大围方向 其间车速不算快 我们坐的巴士 全部座位都有安装安全带 我只会戴的 但是很多城市都没有戴 刚才有安全带都没有戴 如果加了你们肯用 当然安心 有些人就未必用 九巴八说 2018年第三季起 卖入的巴士 全车已经配备安全带 至于现有巴士 计划2023年之前 在上层全部安装安全带 现在法例并未规定 巴士乘客必须配戴安全带 但九巴八 如果座位上有安全带 亦都呼吁乘客配戴 有专家说 双层巴士乘客不配戴安全带 甚至较小巴 的士更危险 建议应该尽快在巴士上层前排 下层最后排等高危位置先安装 再逐步扩展至全车 立法规管 如果巴士乘客上到座位 这个巴士在一段长时间 很多时乘客就会分心 甚至夜间 也就算早上也好 很多时他们会固着 而这些固着的时间 导致乘客因为没有安全带 是最容易受伤的 至于站位乘客又怎样呢 你要陪认为 一些乘客乘客的时候 相对较专注 适当增加巴士扶手和靠背位置 已经有足够提供保障 无线电视记者今报报道